我们看这一题 他问说在暗室里面 站在镜前 如何看到自己的脸 就你的脸要能够发光 所谓发光的意思就是说 你的脸当然不会发光 是有光源打到你的脸上 打到你的脸上以后 摄像的平面镜 经过反射以后 经过反射以后 那个反射线进入你的眼睛 你就能够看到你的脸 我们看看A选项 光源射向镜面 不是啦 光源要射向你的脸 再我们看B 光源射向自己的脸 这个对啦 射向自己的脸以后 然后再反射 经过这个平面镜以后 再反射进入你的眼睛 你的眼睛就能够看到你的脸 所以B选项是对的 再我们看C选项 眼睛必须要自省花光 这是错的 再我们看D选项 镜子必须自省花光 这是错的 所以这一题 大家应该要选B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